我全靈啊白天白 我你国江林 我送兄家彼上 以彼咱的心中 我全靈啊白天白 我你国江林 我阴望咱疲惹 永远咸咱心中 感谢红文 谢谢红文 谢谢阿文 各位维珍会客室的听众朋友 你们好 从这一集开始呢 我邀请小明 他是一名牧师 跟我一起加入主持的阵容 那以后维珍会客室就会由他跟我一起来搭配主持 小明稍微介绍一下 说两句话 各位维珍会客室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荣幸跟小花老师来一起主持 相信小明的加入会激荡出更多明亮的火花 谢谢 这一季的新的联手主持 我们两个人想的就是要邀请谢红文 阿文 红文 阿文一起再次来到我们的会客室 他上一次在第五集已经跟大家稍微有一些介绍 他的创作 他的心理历程 那这一集呢 我们最主要的是很想更多的谈一些 一个诗歌创作者的生命 还有他在对于本土乡土 那种人文关怀的情怀跟想法 那我们就首先请阿文 谢红文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谢红文 来自于台湾 是 我想你如果不是在台湾的人 或者你很少听台语的诗歌 你可能没有那么熟悉谢红文 他的诗歌呢 其实早期是国语 但是后来以台语诗歌创作为主 那他的诗歌的这个创作呢 是呈现一种非常浓的本土气息 他这种本土的气息是因为呢 他其实真的是非常少数的诗歌创作者当中 他用他的生命去踏遍台湾的乡镇 他还用夜市步道的方法 他真的是上山下海去亲吻这片土地 他的每一首诗歌创作 都是用他的生命去关怀这个土地跟乡亲 我想先请小明讲一讲他认识的红文 我知道他们是老朋友这样子 都过去到现在 对他的诗歌创作 以及为什么我们在思考这种诗歌 跟本土化创作还有诗歌作者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会先想到 真的在我们脑中想到的 就是华人圈子里 你真的应该第一个想的是谢鸿文 小明 是讲到台语诗歌 我想最重要的一本 当然是1964年出版的 这个丁罗会信息 这个圣诗出来已经将近超过50年了 那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 台湾的长老会就决定要出一本台语新圣诗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收集了很多原住民的曲调 还有一些台湾的作曲家 那其中一位最年轻的创作者 就是我的学弟 我的好朋友谢鸿文 那他被收录在里面那首歌 就是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愿》 这首歌很有意思 它不只是台语的教会唱 国语教会也唱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会 也就是济南长老教会的那个教堂 当这个住在那里的国语礼拜堂 把这个整个这个教堂的产业 制证给济南教会 那在那个特别的聚会里面 国语台语的很多的牧师都到了 周廉华牧师那时候也还在 那我有幸成为那个聚会的一个领师 其中所选的诗歌就是《红文的愿》 所以这首这首歌很能够代表 整个台湾教会那个凝聚力 那为什么这首歌会传唱 这么多的教会愿意来唱呢 听说你那个专辑还卖了几万本 那我知道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谈 那《红文》是不是你就可以 接下去谈谈 愿这首诗歌你的创作的始末 然后作为我们这个访谈的开始 其实我写愿 是我比较年轻的 很多教会的长辈看到说 你该看这少年 说我很年轻 他们以为我是六七十岁 现在也是六十岁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大概三四十岁而已 很多牧师就会看到 你怎么那么年轻 那是我在年轻时候写的 那怎么写呢 因为我的教会是一个 很喜欢传福音的教会 所以我记得我从学生时代 我就很喜欢去甚至参加福音队 然后跑去一些需要地方传福音 那有开始有去一个地方叫做瓦邦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金三角 那因为有宣教室那边 所以我就去那边 因为去了四次 我记得第四次的时候 那个宣教室叫我去一个 开拓一个新的学校店 那我就去那个学校的时候 老师二十几个学生去的时候 其实那就是荒芜一片 然后有几百户人家在那个村落 我们去到那边开始工作出草 砍木材 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在整理地方的时候 听到爆炸声 那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瓦邦是全民皆兵的 所以每个人家里面都很多弹药 那我听到蹦一声 我心里面有点黄昏的时候 有点吓一跳 这是什么回事 因为我这个是都市鸡 要去那边 可是对我而言 那个声音我还蛮真的吓一跳 怎么会是打仗吗 但是不是后来学生跑来告诉我 说有人自杀了 那有人自杀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心里面 就产生很大的冲击跟连理 因为我看那个村落非常暗 好像地狱一样 真的不好意思 我这样形容 可是呢 那一声炸了之后 更让我确定 哇 我来到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学生去跑步 在跑的时候 经过村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那个到最旁边房子 被炸出一个大洞 然后呢 还有身上的部位 有一些东西 连一张树上面 墙壁上面 很恐怖啦 对我而言 虽然我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大人了 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对我来说冲击很大 我带着孩子 孩子有点不敢看 那当天我一回来的时候 接近晚饭之间 我就写在前面 其实我写的时候 我是在哭 我是在哭 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学音乐 不是只是为了学音乐 一定上帝在我生命有一个带领 但是我在写的时候 我写前面之后 我写不下去 我写不下去 我就放着 所以我觉得 怎么人那么辛苦呢 那我后来准备回台湾的时候 这是我个人 我个人的经营 当我要离开那里的时候 大概几百个人就跑出来 哭着跟我们挥手 我印象很深刻 我跟他们说 我一定还要再回去 可是虽然讲这句 我们车子开走之后 我就回不去了 因为金山脚就打仗了 还有多个原因 我在里就不详细 就因为打仗缘故 我真的回不去了 这件事情 一直成为我生命当中 里面一个极大的 我不能说怎么样 我甚至开玩笑 我想去那边当三大王 找个姑娘在那边结婚 就留在那里了 但是就是因为有战争 我就没办法进去 我一回台湾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心里面都一直很沉重 我一直到了国际机场 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电视一个荧幕 那个荧幕是我也不会忘记 我就看到白小燕的手指 放在荧幕当中 我在想 怎么这样子 那种沉重 我说不上来 我上了国光号之后 统年应该是中信号 上去之后我就把预言写完了 那我个人觉得那首歌真的被唱 大概是九二一地震 九二一地震 包括那个时候的省政府 跟我要了说要做一万张CD 拿去送给灾区的朋友们 我说没问题的 你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那教会当然也是很大的 就开始在使用这首歌 可是对我而言 我觉得那首歌是 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 还有一个祷告 大概是这样子 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人唱 因为我一看香告 已经出了十年了 突然怎么那首歌 变得那么多人唱 大概是这样子 这首诗歌 从你的创作过程 那个是 真的是看见生命的脆弱 生命的那种无奈 那你也从你的心中 去唱 去写这样的诗歌 我记得你 你以前也讲过一句话 你说当你在唱歌的时候 你一开始去唱歌 唱一些那种歌剧 或者很美的 美声的唱 然后在夜市里面 人家跟你说 他们听不懂我在唱 什么也没兴趣 就你问了一句话 你说我唱什么 他们听得懂 你是一个在乎听众 要听什么 而不是一个创作者 觉得我有感动 我要创作什么 你们来听我唱 你们来跟我一起唱 你希望可以带他们一起唱 你希望可以把他们的那种 对生命的挣扎 也包括在你内心那种冲击跟挣扎 一起去思考 那你怎么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几十年了 没有几个人可以像你这样子 像个宣教师一样 上山下海 好像从来不厌倦 我们都 我刚看我们三个的画面 有点好笑你知道吧 白的像个白斩鸡一样 然后你呢 看起来就是晒黑的一样 像个寒吉嘛 对不对 翻鼠的一样 我是黑的像 小明天就像个芋头一样 对啊 老黑啊 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坚持 让你可以在四十年来年 持续创作呢 其实我没有特别想 我好像就是一步 就一边跑一边跑 其实刚才小花提的 那件事情其实影响我很大 我记得我在新庄的黄昏夜市 唱歌的时候 大概也都四五点 唱歌的时候 大家正在买菜走来走去 我还真的是非常大热心 就穿了个燕尾服 那个时候我燕尾服 那个肥皂香就站在 然后去找了一个朋友 把音乐录起来 唱La Dona Rabit Rabit 就在那边唱 就这样唱 那我记得我唱了四首歌 第四首我唱 我住长江头 我住长江头 就是唱得很嗨啦 我自嗨 唱完了之后呢 底下的观众没有人理我啦 真的没有人理我 我印象是超深刻的 我就很伤心 有点愤怒 我觉得觉得这些人没水准 但是呢 我回去的时候 新中那个新中教会的牧师的事 我就跟他说 我今天受很大的挫折 他说怎么样 我就跟他讲 他们都没什么水准 你知道吗 那个牧师也很真 我个人觉得他很真 他就跟我说 其实他用笑笑的跟我说 阿山没水准 不知道谁没有水准还不知道呢 那我印象超深 我说那我要怎么办呢 他说你唱的人家听不懂啊 你唱的人家听不懂 他是这样说 那我说我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那牧师讲了一句话 就敲到我的脑袋了 他说你不唱他们懂的语言 他要讲台语啦 他们怎么听得懂呢 我印象我那个时候住在外双溪上面 我大概不到两个月 写了一百首歌 我后来出了十个 写了一百首歌 我决定要开始转行 写台语歌 所以我刚开始写了他一个很难听 真的很难听 但是为什么呢 我说我一定要想办法用他们语言跟他们对话 不然的话 我要怎么把福音传给他们呢 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call in 我的使命 我觉得如果我跟人家分享福音 我要把这么好的信仰分享给他们 我一定要用他们懂得语言跟他们对话 音乐是最好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定这样做 就不小心做到现在 其实好累哦 好没事报告完毕 上次的专访 有在第五集里面 一开始我就听到了让我这首诗歌 有一个姐妹唱的 那也听到你谈那首诗歌的创作的心路历程 讲到在香港遇到的一些事情 那我就很受感动啊 受感动以后我就上网 特别去找你唱的 后来就找不到 因为你没有帮你们的台语版 一直到我找到一个在寄信会的现场演唱的台语版 我在恍然大悟 原来那首歌应该是用台语做的 因为押韵用台语打开开口的母音 可是国语是呃甚至不好唱 所以我就在想说 而且旋律的线条节奏都是台语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用台语来唱两句 那个让我的副歌 给我们匹匹一下 好好好 让我哭了一枝无双 让我敬拜对心唱歌 让我学生对心感谢 祈祷日落秋末 让我听人对心对待 让我专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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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不知道让我有台语版 但是很好听对不对 很好听 所以本来是台语吗 你最初写是写台语是不是 写台语但是没有发表 都是唱国语 因为帮我后来 其实这已经 我们现在唱的是第三版的 第一版是很rock 非常rock 然后第二版跟这首比较一样 因为写歌的人 那个时候是我学生 当然神也很使用他 他说我可不可以把它改一下 我觉得很好听 所以现在大家唱的 都是这个版本 所以我问你 阿文 你这么长的时间 你刚刚随便写就一两百首 你到底真的 创作了多少首诗歌 你说真的 从你开始写诗歌 国台语加在一起有多少首 可能超过三千首有吧 三千首是不是 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听什么 Fanik Prosby可以写 人家不在算吗 因为他有这种笔 你写嘛 所以说其实是九千首 我怎么算都去想说 那个多少年的日子 要写九千首是怎么写出来 我本来不相信 后来我发现你写更多 那这种创作的灵感 真的就是像你这样子 因为不断的去跟人 去接触 去碰触 你的生命太丰富了 因为我们听到你刚刚在瓦邦 我知道你也上山 甚至你跟一些赛夏族 是不是 还有不同的台湾原住民 甚至到各个地方去 那你跟这些人接触 你多半的诗歌 是不是这些创作灵感 就是你不断的跟人去对谈 去看他们 去观察神在每一个土地上的生命 然后给你的创作灵感 可以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吗 基本上写歌都是 我个人 别人不知道 我是用记录的方式 这个记录的这种习惯 大概我从我开始决定 出来扶持的时候 我就建立了 特别我很长的时间 我离开台北 到了台东区那两年 我就把这种习惯 我就每天写 好像在人家就写 读经日记 我是每天用歌写 那我就觉得这个习惯 一直养成 甚至到现在 我都还是这样子 那我最多的记录 我可以想象的 如果真的那样写 应该可以写很多 我对着我的女儿唱歌 我一个小时唱14首歌 而且是不一样调的 就吉他拿起来 西调唱完 唱低调 低调唱一调 就是甚至 我还做个那个 那个四五集的上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他叫有名字 忘记 就是反正每个调都唱一次 这样子唱完再唱 然后大概真的是这样唱 然后就是他的诗篇 一遍一遍唱 所以对我而言 我觉得就是 有很多方式的记录 记录我在服饰 记录我看的 记录我的感受的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多不多 其实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前段时间丢了一堆谱 我觉得你刚刚在描述 你的女儿那一段 跟你在讲你的创作 我觉得有一个字 是你没有讲出来的 我想你也不好意思讲的 是爱 你爱你的女儿 你唱的时候是全心全意 就像你在路上 你去记录的时候 你爱这个土地 你爱这些人 你说我们在讲 基督徒宣教士或传福音 我从你身上看到最美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你是那么真心的去爱 去爱每一个你看到的人 那些陌生人 那些欧巴桑 那些老太太 老先生 那些穷苦的人 那些无助的人 那些很单纯 很直谱的人 我觉得你爱每一个人 这是我在你的诗歌上看到的 就是说 这些爱是你怎么样子从神 去爱你 而知道去爱人 我很想听你讲 我个人是很深刻的体会神的爱 因为我很早 我父母就不在了 所以我大概十岁之后 我就是人家所谓的孤儿 那是爷爷帮我养大的 那我的姐姐 我的哥哥 他们也很出息 很棒 但是对我而言 我是一个 就是好像本来是王子 就变成乞丐了 一直到有人把福音传给我 那我也尝过主人的滋味 我印象很深刻 当我信主的那一天 我在一个教会里面 在祷告 哭到不行 那那个时候 是我十七八岁的时候 那是对我自己 到现在我都觉得 我刻苦铭心的 我那天遇见耶稣 那个教会在七弦路那边 那对我而言 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换的地方 那我信主之后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不知道 那个是高中生嘛 我离开教会 还在外面点个烟 抽烟回家 但是后来我烟就戒掉了 烟就戒掉了 而且是很奇妙的情况戒掉 就离婚到现在 但是对我而言 我的生命就是 对不起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复制 我只能说我真的体会到 主的爱是很深 以至于我那个时候 就有愿意把这个爱 跟别人分享 不得不 不得不像保罗所说的 我觉得那是很 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子 到现在 是 洪文 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见了 其实你婚礼的时候 我还有去 后来我就出国了 所以上一次 遇见你的时候 大概是五年前 我们是在台东 在台东夜市 遇到你 那我正好带着 美国的短宣队去 也结束了我们的福音晚会 还呼召了 完了以后就带着 这些美国孩子去 想要去吃亚奇亚 就遇到说 谢宏文的 开着你 你那辆那个不是约会车了 是另外一个 那是租的 对租的一个车 就在那里步道 那就跟你不起而遇了 我们还很高兴的 合影留念 那我也听说 其实你在台东 曾经在那边 蹲过两年 对不对 在你刚刚开始 不是的初期 你可不可以谈一谈 那段你在台东的经历 那个时候 其实在台北 我有参加一个聚会 那个聚会可能 也能忘记了 但我知道 因为就是 我的教会推荐我去参加 那个到赵庸基基 第一次来台湾 步道会就在中山足球堂 那我就领了几天聚会 那大会就邀请我说 你不是有个乐团吗 我说我的乐团叫2266乐团 因为大家真的都是组合 那组那个2266 跑去国中唱 跑去很多高中 永和 我印象很深刻 一大段叫我uncle 我想说 我当时变uncle了 我这少年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教会的长 有时候推荐 你去 你去 你声音也够大 你去领会 所以我领会 就跟赵庸基 我记得还跟信林子 就一起祷告 左边抓信林子的手 他的手是弯曲的 然后右手抓赵庸基的手 我说 哇 我是何等人 那我印象很深刻 还PP小组的人 就围在旁边 类似这样子 那个完了之后 很多人找我去服侍 可是我觉得我不满足 我非常不满 我不要这个服侍 我如果这样 我在国家音乐厅就好了 我不想来这里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跟神打告 说主啊 我要去哪里 刚好有机会 跑去后山台东 去台东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那里很缺乏 非常缺乏 那我就里面 有个小小打告 说上帝啊 如果可能 我也没有可能来关心他们 其实我比较不是那种 只是会想的 我是行动派的 我就后来就跟 那个时候 我还有在教点书 我就跟学校说 好 没关系 我就利用我的时间 大概两天 就跑台东 就这样子飞机飞 那个时候环境里还不错 所以飞去 然后两天就去看看 我都开玩笑 我一天就把台东走完了 一天就把台东绕完了 来教会拜访完了 人家说 谢某某 你为什么跑来台东 你是精神 这个精神错乱 还是感情失败 跑来这边干什么 那我说 没有啊 我就去看看我们能做什么 我一来没多久之后 我决定去了 我还住了一个很烂的公寓 非常差的环境 我就在那边住下来 一个月好像两三千的样子 那就有 我台北的同工就跟着来了 就开始 那做什么事情 一群人老老子 年轻人跑到台东做什么的 我说好 那我们去原住民好了 这个山线 这个海线 那我就开始一天跑 这个一天跑 这个 发酵一个礼拜还不错 所以我一年那个时候 开了六万多公里的车 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去那边服侍 可是热情 不能成就事情 我记得我大概一两 一两个礼拜之后 我就累了 我想说不对啊 这样好像没什么好做的 但是呢 我里面就有个声音 我说你在看 你在看 所以后来 那个进信会的牧师 就跟我说 你确定来这个 还是来沾酱油的 我说我想留下来 后来那个牧师 就要我去复基于港传福音 那天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在那个海神庙前面传福音 我们一唱歌 他就打鼓 用大鼓 很吵 后来唱到一首歌 居然那个鼓 跟我们唱的节奏连在一起 我就跟那个后面的同工说 你们不用打了 这个就够了 我是唱 根本听不到 只是鼓声 后来鼓声也发觉到一件事情 他居然 发觉了有点失态 因为我唱歌 他变成他帮我伴奏 帮我伴奏 所以那一天晚了之后 那个牧师 吴牧师就跟我说 哎呀 我觉得你们服侍了 因为我们跪在那边祷告 那个吴牧师就跑来 跪在我旁边 我吓一跳 因为我没邀他 他就跪在旁边 他哭得很厉害 他说你们在哪里 我就跟他哪里哪里 他说我家有个地方 你们给你们住好不好 所以我们一起同工就跑去那边 过了两三个月之后 就有几个 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同工出现 长辈了 就我就发觉到吴长老就跑去台东找我 他说要来看好朋友 然后就去找张妈妈 我说好啊 那我做陪啊 结果他就问我在做什么 我说我来这边传福音 那也因为这件事情不久 我们教会的长老就来了 范哥 那个聪明绝顶的人就来了 他就跟我说 他可不可以一个月来这边查罗马书 哇 我求之不得 他当时候最红的 超红的 他还愿意来跑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就与这样子 我记得我大概第三次的时候 那我那个长辈就跟我说 我去看你住的地方 我说他看我住 我当然不敢给他看啊 我们那种那种那种什么都 势必消软的画面 突然的画面怎么可以给他看 我拒绝他一次 第二次他又他来的时候 又说他从机场下来之后 我去你住的地方看一下 他看完之后什么声音都没说 都没说 因为他只看到一张床 一个柜子 一个桌子 没有了 连灯都没有 然后我就站在 我六个童工就在那里 看了之后 我就收到我人生第一笔的奉献 虽然钱不是很多 但是我心里很温暖 说居然有会关心我 那后来 那个长辈 教会的长辈就来了 他三个月来一次 三个月来一次 所以当时候在整个东部 有带来很大的祝福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大家都 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因为他们来 我在进行会开查经班 在长老会开那个陪灵会 那弟兄就有机会跟他们学习 我吃第一次吃撒心米 就是被吴章老害的 他跟我说 谢弟兄 这个欺骗 我在刚去日本吃 欺骗一万块 然后我说 哇 我没吃过那么贵的 我几块起来吃 就沦陷了 就沦陷了 但是我真的发觉到 这些长辈的爱 不是用讲的 这对我影响非常大 我在台东两年 我到处传福音 有很多上帝同在的记号 我觉得我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 乡下孩子什么都不懂 也没读神学院 傻傻的一个人 那些童工就跟着我去了 两年 后来两年晚之后 我就去 我想说 不错啊 我们办了聚会 青少年的聚会 但是应该是史上的 来了两三百个年轻人 十几个教会开福音车 早上把学生再来 晚上把他们再去住的地方 两三百个人 那福音车一个七 一个人六七 一个人就这样 一路一路这样在 那我看了很感动 一群妈妈煮饭 义工煮饭给这些孩子吃 来了老师 来的所有都是当地的人 所以当我离开之后 我听说那里有非常多人 就奉献出来了 那是我生命当中 一个很大的祝福 而且那个祝福之后 我一直想说 我可不可以把台东经验 copy在台湾各地 所以就开启了 我一个一段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在台东 我跑去北港 我去嘉义 在大林 然后最后跑去中立 最后 因为我们教会的长老 觉得这个年轻人快死了 为什么快死了 哪有人这样子的 我真的是一个人 搬乐器 搬到那个夜市前面 就唱起歌来 包括所有的动作 都一个人做 唱完之后 扶招 扶招之后 有时候还会为别人祷告 所以我真的是 好丁 我就这样做 真的无怨无悔 只希望我们的乡亲 能够听到福音 所以我发觉到一件事情 我们生命如果没有为主用 我就不给世界用 我又不要给世界用 我要给神用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一直做 跟我人一起混 混到一个程度 我差点你看我现在这么土 我在大聚会除了大聚会以外 我才会穿长裤 不管我都穿短裤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跑路比较快 所以对我而言 我会发觉到就是一直在操练 那我觉得那个长辈对我影响很大 因为他们就是很关心 虽然不是那种黏着的 我太感激他们了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 所以我今天服事 我如果别人有可能 我也愿意给机会 所以我们很多同工后来 多读神学院啊 就转行了 都转行了 感谢主 很多人 我很感恩 我回想到说 洪文啊 我们将近四十年前的时候 还是室友 我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是第一届的学长 你是第三届的 那我们那时候很美 就是在教会 在学校里面也有个团契 有个小组 英气的小组 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 我意见很深 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你跟我讲 你很羡慕魏斯里 在英国带来的那个大复兴 那时候说 如果主给他十个人 忘记十个人 一百个人 反正就是说 除了神的话 别人的话都不听 就是专心跟随主的人 他就要把整个英国翻过来 那时候我记得你跟我说 我们也要为台湾 有这样的复兴祷告 那四十年以后 我们都在不同的岗位来 侍奉主 我现在在北美 那玉玲姐 小花老师在 我知道旧约神学的博士 很辛苦的 很寂寞的路 那现在在正道神学院里面 来教书 那我们都像玛丽亚 把那个玉瓶打碎 虽然各自的香膏不一样 有的可能是Christine Dior的 我爸爸那个就是明星花露水 whatever 但是我们都把香膏 抹在主的身上 那我听到你的分享很感动 你是用你的整个生命在创作 所以倾倒了一切所有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再唱一首 对我们三个人都意味深藏 那首歌一贯香膏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唱几句 让我们再回味一下 我唱几句就好了 我对不起很难唱 因为这首歌就是挖心的 掏心掏肺的 这也是你的第五本 可是这首就在 我们三个都是 我记得你在你的Facebook上分享说 我是你的第一届学长 可是在林森南路礼拜堂 你是第一届 小花是第三届 我们就倒过来 那我还是更晚才进去的 要不要也分享一下你的 你的这一生的 这些侍奉的经历 对你后来的诗歌创作 你有没有一些变化 从传福音的诗歌 然后到这样的生命的这种 很深层的 个人灵修的诗歌 你的歌跟别人不太一样 现在很多 敬拜赞美的歌都 我常常在开玩笑 就是说把不同的那个词 拿来换一换 吊子拿来换一换 就可以出一百首 可是你的歌不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 我这个很难回答 你问他大师问这种问题 我们这个小弟很难很难回答 但是我觉得我是真的有点体会 就是说创作的人应该是 你心被有感动才能够回应 如果你只是为了写歌而写歌 我是比较不鼓励 那因为我觉得写歌是好像是呼吸一样 就像是生命的那个油 就可以成为 可以叫人得帮助 如果我只是为了写歌 我比较不倾向 那因为我习惯 刚才我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是比较做记录 我从开始就是这样子 所以没有什么多而言 福音跟欧姨上 喝酒的一杯一杯甘 福音就去操 这种歌词我都敢写 连那个 上帝给人四名 前段时间我唱歌 结果一个牧师 这什么歌 你是周杰伦的 台语的 我说没有 我这个写了三十年了 那个牧师还很讶异 怎么三十年就有这种歌 我说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那个时候想说用这个方式表达 这样一些欧姨上 欧巴上才不会睡着 我是这样想 那后来 死一命 那出去一粒一灰 生命好像一朵花 有时候对这些人而言很单纯 但是你要让他明白 就是要有些方法 我个人觉得我比较不是 所以福音歌我会写 你说敬拜的歌 其实有写比较少唱 你说灵修师歌我也写 你说一些节目 我都写了 但是我就会 这个需要我写的放着 我比较不会说 我现在写了就把它发表出来 所以可能现在我们听到歌 都是我20年前以前写的歌 因为我个人觉得 这个时候可以发表 适合这个时间我就唱了 大概是这样子 我不会说要赶一个专辑 我就为了这样来写这首歌 甚至有一个人就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写几首歌给我 我就跟他说你要几首 他吓到了 但是我的意思 我不是为了这个 这个不是我要做的 我真的是想做记录 记录什么 记录神的工作 记录神放在我里面的 一点点小感动 那不见得成熟 所以我需要时间 让他沉淀 让他能够过滤 好像酒一样 他要他相不相 如果那个 那个种 那个不好 那就不要分享 那只好就就放着 我大概是我的态度是这样 所以那一名牧师问我 我拍谁 我没办法归纳 因为这个题目太大 我只能就是像农 农中 种农夫一样 再种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再慢慢种 就大概是这样子 对 不过阿文 你刚刚在讲 你是记录 我觉得很棒 还有你说的就是说 你说我平常有感动 我就写 其实我们自己在教学生解经 我常跟学生说 你不能够等人家 叫你讲道 讲哪一个主题 你才去翻经文来讲道 平常就要学习 有言经的时间 我自己 有一次我的母校的某院长 问我说 玉琳你为什么可以这样 坚持解经讲道 我说因为我平常 我言经我就开始做笔记 然后这些笔记都成为 我自己言经的材料 那么有一天人家跟我说 玉琳你可以讲什么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从未言经笔记 去找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契合主题 不是为了别人 今天叫你讲什么 就是以为是的经文来讲 可是事实上那段经文的 神学主题可能不是在讲那个 那我倒觉得 阿文今天给我们 所有年轻创作者 还有很多人 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虽然他自己不会觉得 那是典范 可是我们今天找他来 就是因为 他就是一个 因为他用很谦卑的态度 去记录生命 他就去记录 他刚刚讲一句很棒的话 他说我在记录神的工作 我在记录神在我身上 我在记录神在这块土地 我在记录神在我的那个 我知道你的二女儿 是一个有唐氏症的小女孩 可是她好可爱 我知道她真的好可爱 我知道你们把她当成上帝的礼物 对不对 你一开始就跟我说 你的女儿有唐宝宝 是唐宝宝 可是我知道你们好爱她 然后我觉得 恒文用这样一种 非常谦卑的态度 我觉得这种谦卑的态度 是他在神面前 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 那他刚刚自己讲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可是你其实讲得很好 每次你都讲得很好 然后你就开始讲 我不知道怎么讲 这样 可是我每次都一定很感动 他就在那边 不能乱讲 没有没有 其实你是 在这里 你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唯一的一个游唱诗人 我听说你把诗篇 150篇都唱完了 对不对 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的诗篇150篇 这个太 要不要 就是唱 没什么太难 真的没什么太难 对我而言 我觉得 那因为 我在学校里面 也受了一些训练 所以我对音乐的东西 可能 我觉得我很感恩 我有遇到很好的老师 那这个对我而言 是一个很重要的养分 也很重要的 所以 为什么我写东西 人家说 我没有一个 一个 一个pattern 我会觉得 有时候是这样子 像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端什么样的菜 讲什么样的话 那至于 有什么好不好 那我不敢讲 我只能说 do my best 这个是对我自己 我是这个态度 所以像我现在 我要去跟 什么人讲 我就用另外的歌了 我不会拿以前的歌 唱给他们听 那为什么呢 因为对象不一样 我不能拿过去的东西 除非那个是 他们可以用的 好像刚刚的小花 老师讲的 这个就 其实我的态度 也跟你很像 跟你学习 我就是记录 是为什么呢 因为会用 另外一个 我个人觉得 当时候到了 神也可以让这个 成为别人的祝福 就好像刚才 你问的那个愿 我也没想到 我写了之后 而且是在一贯香膏 第一首 已经十年了 我说奇怪 你们眼睛都没有看到吗 但是没有 我没这样讲 我就放着 所以当有人 要用的时候 我自己反而是 我就 处置泰然 我觉得时候 到了他做 像我一贯香膏 唱没十次 我自己正式的服务 唱不到十次 真的不到十次 因为一唱就哭啊 因为我觉得 我写歌的人 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说我爱你 其实我走 我走世界的路 不能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 现在写歌的创作者 一个比较大的危机 是口里亲近神 心远离神 这个是我觉得 比较一个挑战 因为太多人写歌 太容易了 好听的歌 太容易了 但是有一些东西 他没办法装的 他没办法装的 怎么办 大家不喜欢这个 我在台湾服侍那么久 我真的发觉到 年轻人不想去需要的地方 不喜欢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是我们教会的领袖 要负很大的责任 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家都想往人的地方去 多的地方去 好的地方去 那些需要的地方 谁看见了 我个人觉得 至少对我而言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 需要的地方 基督徒不做光 不做也做什么 做宝贝啊 那但是我真的发觉到 这是我觉得 教会的领袖 可以思考的 好像人多的地方 常常去 但是需要的地方 谁去 那些真的 有眼泪在流 没有人去安慰 遇到很多苦 但是却 教会的手都比较稳 我连去一些 比较偏乡的地方 前段时间上课 我就问了 上了第四堂课之后 我就问一下 你们当中七个传道人 谁会讲台语的 请举手 结果是一个老外举手 其他六个人没举手 我说你们在台语的环境当中里面 你们都讲国语 这样会不会比较辛苦 有两个传道人就当面哭给我看 哭给我看 他们发觉到我今天点到重点 你用个国语跟他讲台语的人 他只会跟你点头笑笑的 他不会愿意开你他心门 他不会跟你讲真心话 那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就把这么优秀的年轻人送到那些地方 熬个十年 熬个二十年 你为什么要送去之前 不教他讲台语啊 告诉他 让他去弹吉他 弹个吉他 至少音要唱准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教会领袖们 应该如果真的主联名你们 你们都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为什么你不让你的孩子下去 甚至我这样形容 很多现在目前都市的教会 都让儿子接棒 我很想看哪个牧师 越把他儿子送到乡下去 不敢吗 为什么不敢 舍不得吗 我也舍不得 但是呢 如果你问我说 我要怎么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乡下服侍 他现在当副侍 我已经跟他说了 我们一些贫瘠痕迹 那些你要不要去实习 为什么我这样说 我们的生命如果不为主而活 我个人觉得 这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 但是没榜样 所以我甘着急 所以我蹭到现在还在蹭 我就不相信没有人看见 没有看见就算了 反正主知道就好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是真的有感而发 求主使用下一代的年轻人 因为我在西海岸坐 那个地方如果不复兴 你都市再怎么好 等这些孩子回到他们的家 他们又进到那个环境里面 所以那个要改变 但是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付诸行动的怎么那么少 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 那个是我一点回应 报告完毕 不好意思 讲了如果你们听了不舒服 没有问题 也有很多 很多人学习 用他的母语讲道 我最近也有机会跟台湾的神学人 有一些跨洋的讲道学的训练 那当然他们虽然是用国语跟我学 但是学了以后 我就是鼓励他们要用他们的母语去讲道 不过我也觉得很遗憾 有一些神学人是用母语教学 可是这些人毕业以后 他们其实没有回到他们的原乡 回到他们的那个语言的地区 就像你讲的 有需要的地方他们没有去 他们可能是往都市 讲国语的地方走 或者到国外来 要讲英语 就很辛苦的学另外一个语言 可是实际上是不回到他来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补充我个人 其实这个跟环境有关系 环境不好 年轻人出去两年就走了 因为他遇到孩子的问题 上课那个资源太弱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重感 很舍不得 这些瑞丽出来的年轻人 那我觉得有些教会 有没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祝福 前段时间我一个年轻人 他的孩子到高中了 你知道吗 他看到我就跟我谢哥 我抱歉 我说你干嘛抱歉 他说我要离开这里 那听他讲我心很酸 因为我们没有能力 所以我是觉得很可惜 就是说真的很多年轻人很棒的 我刚才讲那个是一种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愿意去的 但是去之后没多久 就迫于环境的关系 他们必须换地方 但是我为什么讲这些问题 我觉得上一代要负责任 上一代为什么要负责任呢 因为如果上一代没有经营的很好 那个整个策略 那个SOP 基本上就是走一步 看一步的做法 那这些所谓的教派当中里面 这些有影响的领袖 应该提出 或是想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鼓励大家可以外展 我遇到一个大教会的牧师 我很感动 我跟他说你不要把人挤在大地方 你挤在大地方 你基本上你怎么大 你的project什么都多 你要不要分出去 结果这些年 我看到他的教会在很多地方 成立比较小型的 反而带来非常大的祝福 我就不想他 因为没有经过他同意 所以我的意思 不见得就是那样就不好 我只是讲那个现象 那至于能怎么做 我个人觉得 我就尽我能做的 也求主帮助这些 看到视频的这些 带敬拜的同工们 写歌的同工 你要引以为鉴 你的生命当中里面 是要被神使用的 不是要被那些人 鼓掌的使用 那我个人觉得 那个方向是错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比较遗憾的 我求主使用这些年轻人 做得比我们还好 我看到我些年轻人 真的很不错 真的 他们真的是比我们 还倒成肉身 比我们还像麦子那样子 但是求主更多拆派 因为很多需要的地方 都需要人 国外也要 台湾也要 都要的 所以我不是说 一定要跟我们去乡下 像我也常常跑一些海外 但是我觉得 我都讲一件事情 前段时间 那个瓦帮 他们说 跟我讲说 孩子没有衣服穿 冬天 没有蜜衣服 我就说 你们给他们吃 你知道吗 一个童工就跟我 怎么 募款啊 你们募款啊 我老师这么远 怎么募款 我微信都被封锁了 我怎么募款 你们要自己募款啊 500多个人 需要多少钱 感谢主 我这样讲 都大家没生意 我以为没有了 过了一个礼拜 钱就来的 500多个人穿的 冬天 那个会下雪的 穿短袖 怎么可以让这些孩子 这样子 他就有人奉献了 全部那些弟兄姐妹奉献了 过没多久 就便当壳就来了 300多个便当 一个学校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这些偏乡的小孩子 需要读书 在你们附近 那么有很多图书 额头 有准备几千块嘛 我们好不好 一年一锁就好了 你们就自己认献嘛 几千块人民币奉献出来 就一个 你们有八十几个学校 那就八十几套的书 让这些孩子有书赌啊 我就算没有出嘴巴而已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很棒啊 所以我也要告诉 跟牧师分享 我真的发到很多地方 我们真的不要觉得 那些比较贫穷比较弱 没 他们比我们更爱神 他们比我们更精心来服侍神 所以我就很感动 我说感谢主 你们写到200首歌之后 我就不用去了 我就跟他们开玩笑 我在瓦邦 然后在别的地方我都这样 我不会一直一辈子陪你 我哪有那么多命啊 但是我就跟他们划一个线 好棒哦 真的很棒 我觉得他们是听得懂 反正我在台湾觉得很遗憾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要再努力 大概是这样子 很开心 因为 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 反而透过这个Zoom 可以跨洋来对谈 所以也让你的服饰 不会只限于在 你所在的那个乡镇里面 那我想很简单的 我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然后小华老师也可以补充一下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然后就提到了红文 那最后我就写说 动人心弦是一个成功的 福音诗歌必备的条件 其实不需要刻意本土化 但是也不要取高和寡 我们这些 选音乐的人 很容易都是取高和寡 写一首歌就希望可以留一百年 其实不需要 一首真诚的歌 就会胜过华丽的曲风 谢谢你今天的三首歌 虽然都唱短短几句 但是那个真诚 那个生命的流露 给我很深的感动 谢谢 阿文一直在我们身 在让我们看到的 就是他强调是 一个写诗歌的人 其实是用生命去谱写 就用诗歌去谱写生命 这样子 让生命变成诗歌 不是因为了诗歌而诗歌 而是让自己的生命变成诗歌 他的生命就是一首诗歌 他在写一贯香膏 我一听了就哭了这样子 我听了就哭 我就去问他 你为什么写这首诗歌 他有告诉我 那个背后的经理 我不要跟你们讲这样子 那他的诗歌 包括我给我完全听 对台语不熟的女儿 她是11岁来美国 她第一次听就非常感动 她即使不知道那个歌词 她就问我 然后她用拼音去写你的词下来唱 那种有生命的诗歌 一定是声渊跟声音相迷合 那可可以超越语言跟文化的繁领 我一直希望愿可以翻成韩文 可以翻成英文 可以翻成日文 可以翻成更多的语言 因为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诗歌 我记得刚刚其实 小明跟阿文都在讲 就是说 鸿文的诗歌应该怎么分类 那其实他有时候有些诗歌 我觉得很500你知道吗 有时候很无法 然后有时候觉得很周杰伦 然后他又没有翻 可是他心中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是 他一直就是想要把福音 传给他接触的对象 那个诗歌是他的工具而已 诗歌只是他的工具而已 然后因为神给他这个恩赐 他又有这个训练他可以做 我记得小明可能很客气 他其实他讲一句话 我记得上次我跟他谈 他讲一句话 他说不知道鸿文是否是福音诗歌 但他讲一句话 他说福音诗歌带来悔改 就是最好的敬拜 我很感动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觉得鸿文 你就在带领这块土地向神敬拜 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在敬拜神 你带着他们 用他们能唱的语言 他们能懂的语言 所以我们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说 台语已经没人讲了 或符咒话没人讲了 我们真的希望一件事就是 每一个人如果神给你这个感动 用你的语言去说话 那可以去把福音继续传 其实有太多太多的人 包括全世界 在中国也一样 那些少数民族 他们多么需要可以唱诗歌敬拜神 我们真的很希望 我知道阿文的心永远就是为神 他我们可以用道成肉身 鱼公鱼山 他像个傻瓜一样 我不骗你们 他像个傻瓜 他真的像个傻瓜 可是又怎么样 他在世人的面前 他是个傻瓜 这个世代就是缺少这样的傻瓜 对 可是他真的是才是在神面前 真的是那个 我知道不要夸他 他超级不好意思 他像那个憨竹脸 你夸他他就跟我一样红了 对 就要一样红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夸他 而是我们感谢神 我们生命中有阿文这个人 我们三个人在生命中有一些交流 所以我们很开心可以一起谈 真的非常谢谢红文 也希望阿文继续的创作 帮助我们思考更多 其实小明跟我一起决定 从十一集开始 我们不一定是要谈师哥的创作 如果你今天想来听我们谈什么 师哥创作技巧 带领敬拜技巧 那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希望带领大家真正的知道 师哥是可以带领你经历神 那师哥的敬拜 真的是你怎么样子 很真诚的在你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去完全的真实 诚实 以神的真理真道来敬拜他 那红文是我们很棒的一个榜样 那我们希望有 互相学习 更多阿文 更多阿文可以出现这样子 我们希望还有机会再继续跟他聊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希望还有机会继续跟 聊更多更很棒的生命的故事的记录 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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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